卖场架上几十种洗手乳 九成都标上了抗菌两个字 一般消费者可能认为 洗了手上的菌就能被杀死 但答案恐怕颠覆你的想象 来到洗手乳产现的萃取室 带您一探究竟 定锅的原理 将茶树放进纯露蒸馏机 以冷凝法萃取出纯露 这就是业者宣称能达到抗菌的天然成分 包括台湾产的茶树 茶籽和海盐 它有很多的铁类的化合物 还有一个特别叫松油醇 它们是可以足以干扰细菌的活性 然后对于像金黄色的葡萄球菌 还有白色的念球菌 其实都有非常好的抑制生长功能 除了松油醇之外 茶籽酵素含茶酵素 灶肝 分类和肋黄酮 也能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绿浓感菌 海盐则是因为加入溶液中 能让水中生物的渗透压改变 使得细菌内部水分渗透到体外 造成细菌死亡 不过这些抗菌成分 要抗的主要是吸收乳本身 可能滋生的菌 根本不是你手上的菌 有抗菌的功能 但是如果比较不会有化学的疑虑 毕竟吸收乳成分含水 有长菌风险 要能放上几年 就必须防腐抗菌 添加适量抗菌成分并不违法 但是面上部分吸收乳 加入的是化学抗菌成分 因为成本能减少近一半 例如这一款 我们在成分表上 就看到了散氯卡斑的踪影 散氯沙和散氯卡斑 都是抗菌剂 能降低和控制微生物生长 通常被加在清洁用品和化妆品中 作为抗菌防腐功能 在台湾只要产品中含量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三 就是合法 但一堆厂商还是强调自己不含三氯沙 就是因为美国FDA早在二零一六年就宣布 吸收乳和沐浴乳等清洁用品中 禁用三氯沙和三氯卡斑等 十九项化学抗菌成分 目前没有研究证实这些化学抗菌成分 会伤害人体 但却可能影响环境 因此专家建议民众挑选吸收乳 不必诉求抗菌 除非是医疗验所 对 或者说安养验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但是说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微生物的 你用抗菌成分也许还OK 可是在住家 在一般饭店 火车站我想不需要 但即便加热适用于人体的抗菌成分 也可能因为放酒而失效 也许这个防腐剂它会消化掉 或者是说有消费者在公共的厕所里面 他用这个吸收乳的方式错误的时候 造成对于这个吸收乳本身的污染 有可能会消耗掉里面的防腐剂的成分 消毒水的味道 什么叫做对吸收乳的污染 位在登山步道旁的公厕 就被我们直击到 壁挂式吸收乳一挤 喷出的是没有泡泡的液体 而且散发浓浓消毒水味 但明明看起来含有很多不明戏谑 以测试卫生条件的试质检验 也显示受到污染 但经过培养 却验不出总生菌树来 反倒是验出高浓度的氯 疑似含有次氯酸钠的成分 被质疑浓度偏高 不适合用在人体 消毒恐怕就已经不是 是我们在讲的这种化妆品 的一个类别 勤洗手确实能带走手上细菌 但抗菌不一定就能无菌 有杀菌需求 可另外使用酒精 若只是想把手洗干净 或带走油脂 用肥皂水或清水即可 最简单的方式 反而让人更安心